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六片按照相同的方法呢 全部这样缝合在一起了 报纸呢是分上下两面的 全部这样缝合好 我们就把这个没有缝合痕迹这一面呢 当做正面就可以了 那么有缝合痕迹这一面呢 当做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这些个缝合纤维的部分呢 不用管它 在缝好之后呢 把它这个打成死结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显落痕迹的 那么大家在缝好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把这个线结呢 给它打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两片的线呢 给它绑在一起 然后这两片的线呢 给它绑到一起 然后呢 粉色和白色线呢 给它绑到一起就可以了 给它绑紧 绑结实 这样的话呢 线维不会脱落 那么多余的线维呢 不用管它 就这样放着就可以了 因为后期呢 我们也会在里面放屁屁棉填充起来的 好了 我们把这个上下两片全部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把上下两片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用这六个颜色当中的 任何一个颜色来连接都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用这个紫色线来连接 我们也是用这个勾短的方法来连接 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先从黄色这一部分呢 开始连接 把这个地方对准 上下两片同时这样穿起来 每一行对应勾上一针 线尾藏到里面 把线勾住拉过来 我们就还是勾短针就可以了 上下两片同时穿针 拉线过来勾短针 然后呢 按照每一行对应勾上一针的方法 一直勾上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剩下两片连接起来 大家跟着我呢 一直勾到这个角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 mog�谷走了 th of you 大家看一下到了角的这个地方了 角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给它勾上一针 把纤维藏到里侧 然后呢我们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还从这个角的地方穿针 再勾上一针 以后的每一个角都这样来勾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然后呢再把另外一面给它这样勾起来 纤维藏到内侧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和规律 把这上下两个片全部这样连起来 留下最后的一条边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连接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直勾到了只剩下最后的这一条边这个地方了 那么我们在勾这条边的时候呢 需要特殊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需要安装拉链 我们就不能给它合起来勾了 我们需要给它转着圈的给它勾上一圈短针 大家看一下 这样给它转圈的勾上一圈短针 把这所有线尾呢藏到里面 方法还是一样的 每一行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钩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针上面穿针 给它这样连一下 直接这样带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中间没有缝隙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条边呢也勾起来 还是勾短针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先不要 gospel 再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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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不要再加一个 哎呦 这跟PLE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针上面穿针 给它连接一下 把线勾住拉过来 直接的到后面线圈 这样就可以了 把线再拉过来 直接剪断 然后呢 我们把这线尾的部分藏一下 在那一侧把它线尾藏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条边的这个地方呢 给它安装上拉链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 准备好一条这样的拉链 缝在这个地方 先把这一端给它固定好 然后呢 先把中间的部分 这样对应着给它缝合起来 大家看一下缝合过程 缝合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家里的缝衣服的这种针 找一根和这个紫色比较接近的这个线来缝合 就和这个紫色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从中拉出一根来 用这种细针来缝 用这种细针来缝 先拉开一点点 把这一端呢 先固定在这个地方 两端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给它多缝上几针 缝结实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顺着这个中间的部分 给它这样缝过去就可以了 千万注意不要扎到手 缝密一点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拉链固定在这个地方 缝合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拉链就缝合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拉开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留一个拉链的目的 就是为了方便清洗 后期清洗的时候呢 可以把里面的皮皮棉给它拿出来 只清洗外面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抱枕就完成了 好了 感谢姐妹妹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